歡迎來到亂宜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海鮮豆腐筋 你會煲水就吃黑豬 很容易 Let's begin 今天的材料不太多 有蘆筍 還有海鮮 海鮮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唯一不可以選擇的就是蝦 蝦一定要有 菜也是 我用蘆筍的款式 但你喜歡的可以用芥蘭的款式 或者你放其他款式 或者不放其他款式 青豆也可以 但我小朋友是不喜歡吃的 所以我用蘆筍的款式 批一批外面的款式 因為比較厚 咬下去就不太好 批完後 因為冬菇 只要用芥蘭的款式 會比較軟 而且只是想要顏色 冬菇 也是切粒 如果是乾的冬菇 浸它 早一點浸 浸它三四個小時 否則 你可以用熱水浸 但味道不太好 因為熱水浸 浸的時候 味道會比較軟 那蟹柳呢 你可以用蟹柳 或者真的蟹肉 都沒有問題 我喜歡用蟹柳 因為我對切它 半條 然後 輕輕搓一搓 然後變成一絲絲 那小朋友吃 他們會喜歡 大人呢 你的口感也好些 因為真的蟹肉 你要自己去拆 就比較麻煩 買罐頭 很多時候 裡面會有骨 擦得不乾淨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用 我寧願用假蟹柳 所有東西都切丁 切粒一粒 蝦也是 然後 冬菇也是 然後 如果下菜 也就是 我選了 帶子 和 魷魚 帶子 又是切粒 不要切太細粒 所以我呢 你見到食譜 就說 用大粒一點 帶子 雪藏就可以了 不用說 要用新鮮的 因為你切粒之後 你都 新不新鮮 其實它不是說 可以 按到 如果它 是厚身的 對切 切一半 然後再切粒 就不用那麼大 我不想用這些 可以用什麼 青口 小隻的青口 魚都可以 魚肉就不要切太細 因為你用魚肉切細 它煮完之後 就化了 吃不到 魚肉的話 就大塊一點 煮完之後 就差不多了 然後 再用蜆 蜆就不用 要學 就去學 用蜆肉 還有很多 你看看 你自己喜歡 最重要的是 切粒 如果那些 煮得 融 就切大粒 不然 就 小小粒 小小粒 好像手指尾 那樣 尺寸就可以了 豆腐也是切粒 那你說 喂 為什麼我介紹 這個湯 沒有難度 就是要沒有難度 香港人 很多宗湯 又煮很多宗的 老火湯 滾湯 甚至 這些 筋 或者西式的湯 現在 很多人 都生活比較繁忙 通常都是滾湯 或者筋 那 滾湯 很多時候 就上不到桌 請朋友吃 那些 但是筋 看下去 顏色夠 又容易煮 又上桌 請朋友 煮這個 很簡單 所以我就不要逐個逐個步驟 下 雞湯和水 是一比一的 一罐雞湯 就跟一罐水 我的 份量 四個人 你要多過四個人 沒有問題 例如六個人 一罐半雞湯 一罐半水 那 下完之後 就先下 冬菇 冬菇 冬菇煮到差不多 菜 然後 就下海鮮 然後 就 蜆 蜆汁 一茶匙 三粉 三茶匙 水 這樣的比例就足 這個湯 就兩茶匙 粉 六茶匙 水 然後 拌勻 然後 就 放進去 完成 最後 最後 先下豆腐 豆腐就會滑 下完所有食材 才調味 因為 豆腐會出水 早調味 下完豆腐之後 味道就未必適合 我 有時候會 放白胡椒粉 少許鹽 其實雞湯都夠味 我都放很少鹽 到 淋 關火之前 就放一隻蛋白 然後 輕輕攪拌 不要 不停攪拌 這樣 你就會看到 蛋花很漂亮 然後 就可以上碟 就是 這麼簡單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還有按鈴鐺 我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會忘記 希望下一次煮食 見到你們 拜拜